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看学者们读的都是什么 听他们从中 获取什么 无声有哑 知无哑 富有诗书 弃字华 是合约方式的变革 那么合约方式变革 在其他领域有哪些应用 具体利弊如何 学者说书 盛宏说电脑理论 继续为您解读 他这本书 首先谈的是所谓 分成帝族是不是有效率 这是一个经济学的 一个理论争论 就是可能经济学 传统的一种看法 这种看法就是说 有效的帝族性是固定帝族 而不是分成帝族 这是为什么呢 是因为分成帝族 它按照每年的收成 去按一个比例去分成 刚才讲过 就是固定帝族呢 这个电脑如果增加了 它的努力 所有增加努力 那个增量都是它自己获得 但是分成帝族不是 分成帝族你想 就是比如我50%的去分成 我增加了比如说10%的投入 那么也增加了10%的产量 但是呢 我只能增加5%的分成 是吧 就是传统的经济学会说 哎呀这个 这分成帝族是没有效率的 但是这个武昌教授呢 他就论证说其实有效率 为什么呢 是因为分成帝族 针对就是有风险的 那样一种农作物 就是说它随着这个气候的变动 每年的收成可能会有很重大波动的 那么所以他说这样做 其实呢 你这个分成呢 等于是双方这个共担风险 是吧 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 这个一个有安排 所以不能说分成帝族就 就没有这个效率 所以他就讲的是这个 所以说分成帝族同样有效率 那么这个固定帝族也是有效率 但是他同时就证明了一点 就是说假如在同一种情况下 用不同的帝族 可能效率就是不一样的 实际上在中国农村 这个有一些地方就是分成帝族 或者某种农作物就是分成帝族 有些是固定帝族 他这里头是主要讲农业吗 还是可以在其他的产业上 完全可以 也都可以试用呢 租这个概念呢 是一个 其实是个广义概念 那么其实武昌教授呢 他讲租的时候 其实他 当然他起家是电动理论了 但是实际上呢 他后来就比较广泛的 或一般化的使用租这个概念 在这个时候租的概念 实际上就是一个 经济收益的概念 比如像寻租啊 像租值耗散 就是他的很多那个概念 这些概念呢 就是那个租的概念 已经不是地租了 而是非常广泛的租的概念 比如人也可以有租 一个歌唱家 他在酒吧里去唱歌 和在一个大的剧场去唱歌 那么他收入是不一样的 这两者之间就也是一种租 一种资源 那么在不同的用途中 他会有收入不一样 那么这也是可以是 堪称是租 所以租这个概念 它是相对来讲 非常广泛的 那就像这种电动理论当中 您刚才提到了 它有就是很重要的 就是那种合约方式的这种变化 这种东西在工业上 在商业上 在服务业上 它有那种应用的这种 我觉得是有的 就是说其实人们一直在探索 就是合约方式 就是合约方式 这不仅是在土地的租约上的形式 肯定包括了像工业 商业 其他的各种各样的租约都是这样 就是租约一直就是人类在探索 怎么能改变更好的这种租约形式 不同的合约方式 它可能会产生不同的分配结果 就刚才讲的 固定地租 固定工资 是吧 分成地租 当然了这个分配方式 从实又是一种激励机制 就是从来就是这个分配 和激励是联系在一起的 就是你有什么样的这种分配方式 它可能会产生 什么样的这种激励结果 现在就是所有的这个企业 它都在那个激励机制上 做文章 做探索 是吧 它要想我怎么能够更好的去激励 我的员工 我的这个管理层 是吧 所以它比如说它有很多这种 组合性的这样一种分配方式 或激励安排 比如说你有固定工资 你还有绩效工资 你还有期权 你还有等等等其他东西 所以其实这个都在探索 就是关键在于 如果你能探索好的话 那你肯定会有 就发挥更大的激励作用 那么这个企业就会 就会落伏了 信心向荣 就会发展起来 因为我刚才讲 就是这个合约方式跟产权制度 或产权制度为 这个基础的法律制度相比 它更具有灵活性 易变性 更容易探索 而产权制度相对来讲 它是以法律制度为基础 它是靠强制性的力量去维护的 所以就是产权制度 变革相对就比较不容易 那么甚至改变起来 会带来巨大的代价 甚至会引起战争和流血 所以就是我说 它是更重要的一方面 而且很多时候 在我们看来 好像必须打一仗的那种变革 其实可以通过合约来把它化解掉 而且效果几乎是相同的 这是我们强调这个合约理论 更重要的一个方面 因为我们在讨论中国改革的时候 我们经常会有人说 我们要进行产权改革 我们要把体制度变成私有土地 是吧 就是这样一种主张 当然我也不反对这种主张 但是从可信性来讲 一定是改变合约更容易 所以这是武昌教授的贡献 而且武昌教授这种贡献 不是马后胖 我要讲这一点 就是他这种贡献 是在事先说的 就是我这点非常佩服他 他在八十年代初 写了一本书 当然据说是 当时的英国首相萨奇尔 想了解中国改革 然后通过金融时报 大概是哪个杂志 找到了武昌教授 说你给我解释一下 中国的改革怎么回事 他写了一篇文章 或一本书叫 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吗 然后基本他的判断是会 当然这个资本主义 是指的市场经济了 他对产权的理解 可以用合约来替代 就是他说产权什么 产权就是使用权 收益权 处置权 其他的名义上的 所有权的概念不重要 只要你能使用它 只要你能从使用中获得收益 你只要你能够去转让它 你就有这个权利 而中国呢 这个当时不具备那种 我们刚才讲过 就是改变产权的那样一种 政治背景和医学形态背景 但是中国当时具备改变合约的背景 看他后来的书提到一件事 就是说他们在香港了 他们看到了一个一本书 就是叫合约大选 是中国大陆出的 他们说哎呀 中国大陆没有产权 怎么会合约呢 后来他找了一个人帮着 去深入研究一下 中国大陆倒没有合约 答案是有 那么吴传祥大陆就说 哎 这电视大好 说大概意思是说 我们可以不经过流血 能实现这样一种变革了 就是他非常敏锐 所以他在中国会走向 资本主义的评论张力 他就说 他说中国一定会走向 这样一种制度 这种制度非常类似于 西方国家的那种产权制度 但是不以这个名义 这个判断非常棒 就是在八十年代初 这个判断非常非常棒 要知道那个时候 现在这个 这次十九大以后 好像又延长了 这个土地的承包期 承包期 三十年 那么其实 这样的承包期 七十多年承包期 也相当长 这个长到了 我们称之为永电制的 那样一种程度 在这种程度下 其实农民他所现在 这个所面对的 实际上是这个 所谓固定地租 甚至连固定地租都没有 因为取消农业税 应该说他们 这个相当于 永电农 集体的永电农 同时他们也是 集体的议员 所以他们也在 作为议员又在吃 这个地租 那么所以呢 实际上 几乎就是他们的 几乎就是他们的 那么当然还有一些 这个缺陷 这些缺陷 要随着时间的推移 来慢慢地化解 不需要 搞一个变革 我举一个非常简单的对比 就是英国的土地制度 英国土地制度到今天 都可以被称为 是国王的土地 但是呢 实际上 谁说自己的土地 真正是国王的呢 它是个名义 那么英国的土地制度 就是 威廉大公攻入英国 然后重新分封了一遍 那么给了领主封臣 然后再往下就是 这个保有农 但是呢 这样一个制度下 也慢慢出现了固定帝族 也慢慢出现了永电制 那么它会导致什么结果 导致这个 所谓的原来的土地 所有权的这个权力 越大越小 原来那种制度下 举个例子 产量很低 那么有个固定地租 但是随着农业技术的发展 随着种子的改良 原来是生产一百斤 现在生产一千斤 原来较五十斤 原来是百分之五十 现在就是 是吧 百分之五 是吧 就是那样一个数 所以它这个 所谓固定地租 比率在下降 再有通货膨胀 它又在下降 而且最重要一点 实际上 就是我们要重视 这个制度的实际的实施 而不是理论上的实施 因为中国人现在 特别容易 在概念上去思考问题 实际上我们要看实际 实际就是 这个土地掌握在电农的时候 无论你叫它什么 永电农 电农 那么粮食是他们种的 产出来也是在他们手里 交给你多少 其实是由他们决定 但是这个储制权它有吗 储制权有啊 因为实际上 这个永电制这件事情 就很有意思 因为永电制是中国 这个尤其是到了明清以后 就发展成熟的一种制度 就叫永电制 这个永电制就是 它不仅是永远租电的意思 它还包含了 永电制所带来的一些结果 我刚才讲的固定地租原来 然后呢 这个永久租电 固定地租随着我的农业技术发展 随着我的母产量的增加 那么原来是生产一百斤 现在生产五百斤 是吧 那么实际上呢 我这个永电农 也可以把我这个永电权 卖出去和租出去 比如我 比如我可以收 我也可以收一百斤 然后那个租的人呢 他叫二百斤 是吧 一百斤交给我这个永电农 一百斤交给原来那个地主 是吧 就是他生成的是叫田面权 就是土地是分层了 权力分层了 就是在中国明清时期 已经非常发达了 这种制度 所以呢 就是永电农 就是田面权的所有者 他在卖他的田面权的时候 不需要经过任何人 不需要经过地主 不需要经过那个田电权的所有者 就我完全跟你独立 您说的那个 他可以转让的这个权力 是他把他的使用权 和实地权的一部分转让 这个是这样 就是说 人们很容易这个 不能区分 什么是这个资源本身 什么是有关这个资源的权利 其实 所有买卖的东西 都不是这个资源本身 而是有关这个资源的权利 你要明白这个道理 对我能理解 是吧 就是说田地权也是这个权利 你卖的是这个权利 不是这个土地本身 然后田面权也是权利 也是不是土地本身 所以你从这意义上来讲 你就是在完整的在 这个处置你的权利 不是说你在处置这个土地 而是处置你拥有这个权利 田地权所说也是在处置这个权利 你这个田面权所说也是在处置这个权利 你完全有处置这个权利的 这种权利 所以实际上 人们一般会误解 觉得这个是不是我要处置这个物理形态 这个土地 不是的 你的所有权利都是那个 有关这个资源的权利 就是我们要从制度的角度来看 就是它是这种权利 买卖的都是权利 比如说我卖你这个杯子 我卖你的杯子不是卖你这个杯子 我是卖你的拥有和使用这个杯子的权利 咱们还是先回到英国那去 您说这块土地 我有使用权 然后我有收益权 我处置权 然后您说的这个处置权 是对这块土地的权利的那种处置 不是对这个土地本身的土地 是吗 对 OK 我在这块土地上 我盖一个房子住行吗 那要看你的权利覆盖没有 比如我现在是英国的一个土地所有者 是吧 光是土地这件事情 第一是个象征 第二可能有征税权的含义 就是英王的政府要征我的税 它是这种权利 它是有的 但是假如除此之外 这块地就是我的话 我绝对有权利去盖 除非你的法律还有其他规定 比如说我盖的一个楼比邻居的还要高 我挡住它的阳光了 是吧 有其他的问题 但是没有其他问题的话 应该我是有这个权利 好 那就从英国回到中国来 我们经常在媒体上能够看到 就是这个土地突然被人家给卖了 或者是给拿走了 或者是怎么样子 然后给农民的报酬很少 那这种情况是一个法律上的问题 不是这个它本身的制度上的问题 是吗 这个问题应该是这样 就是说宪法和法律都规定农民有这个权利 那么当然它突然被强征了或强拆了 而且以一个远远低于市场价格的价格拿走的话 那么其实这是侵犯了它的产权 但是现在确实现在这是中国现在目前的一个巨大缺陷 就是我们需要健全法治 我们需要是这样吗 对 来解决这个问题 它就包括了比如说如果一个地方政府没有经济的同意 而且给的补偿远低于市场价格的话 正常的法治国家你应该去诉它 当然一个法治国家可能因为它预料到你要诉它 而且它可能会败诉的话 它可能不会做这样的事了 但是正是现在中国我们有宪法 我们有一整套的法律体系 而这个法律体系总体来讲是保护产权的 但是你现在缺乏这样一种诉它的手段 约束它的手段 当你的土地被它拿走的时候 你去找法院 法院不立案 那是问题 但是这个不立案肯定是违法的 但是你必须面对中国的现实 所以说中国要做的事情 这肯定是要改进的 就是你在说中国有这些权利的时候 你要说那么这方面还有些欠缺 盛宏老师今天非常有效地 挑起了我们对这本书的兴趣 我们的观众朋友一定也有喜欢经济理论 有人一定也有这样的梦 就是要通过经济理论的研究去摘诺文讲 好 从读这本书开始 好 谢谢大家